川普明年上任过去力挺乌克兰的欧洲 担忧一旦川普逼乌克兰割地和谈 无异于是逼降 欧洲多国将暴露在俄罗斯军事压力之下 放国总统马克宏就大声疾呼 自己的欧洲自己救 别再把战场外包给美国 欧洲自己的军事力量应该强大 否则草食性动物只会输给肉食性动物 一边轰炸基辅一边恭喜川普 俄罗斯总统普京11月7日公开称赞川普 遇此之后继续竞选 是勇敢又正确的选择是个真男人 普京也明说准备好与川普讨论 川普卸任后究竟与普京通话过几次 此刻也不重要了 重点是两人未来何时通话谈什么 因为普京还提到川普胜选 世界将形成全新的秩序 许多人推测川普要实现这承诺 最快方式是斩断军援 逼乌克兰各地投降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参加本届 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 一反常态的不愿受访 部分欧盟成员表面上抱持着乐观态度 至少是对川普的友善态度 并且强调北约各国拥有共同敌人 问题是川普是否真会实践竞选承诺退出北约 用他个人的方式解决全球的战事 法国各大报明白唱衰 标题犀利的下美国噩梦 川普二世之重返地狱 形容美国民众处境 但欧洲各国才是恶物战火 第一圈会烧倒的 50国领袖出席敢直言不讳的却不多 如无意外任期还有三年的法国总统马克宏 提醒川普胜选后可能带来的影响 右派崛起各种自由被钳制 假讯息渗透等等 他更提醒与会的欧洲各国别再依赖美国 尤其是军事上 欧洲应该有自己的区域军事力量 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政治实体 以应对川普若放手不救乌克兰 对欧洲的冲击 眼看着两大肉食动物在美国元首换人之后 可能变成好骂己的关系 马克宏提醒欧洲至少要变成杂食动物 不能再温吞 抗拒面对火线 欧盟内色彩鲜明 既亲恶又与川普交好的 匈牙利总理奥班则利用单任轮值主席的机会 大呼欧洲要和平 不能依赖美国 奥班还提到过去四年拜登执政期间 匈牙利与美国的关系进展 备受歧视 在另一个战场 过去备受川普政府偏爱的盟友以色列 士兵欢欣庆祝川普胜选 力场支持纳坦雅胡政府的电视节目 来宾与主持人更是一起手舞足蹈 以色列一边庆祝川普胜选 一边让军队杀死更多加萨的无辜百姓 川普会让乙军继续制造人道灾难 与这一代加萨人难忘的屠杀噩梦吗 加萨百姓对他不抱希望 但投完票的美国阿拉伯裔民众则各有想法 无论是决心抗争挣扎求生 还是认知到该自立自强 川普的第二次任期两个多月后就要开始 迷茫与失望的人们只能为自己打气 TVBS新闻综合报道